恒地旗下红磡必家坊 第一期欺会已经公布扭书 全盘324个单位 实用180-560多尺 全数都是贯彻恒地的风格 开析偏小 开放式是纳米级数 全部都不够220尺 最多的一房为主 面积也低见251尺 两房也全部不够400尺 只有顶层的特色单位面积大一点 开析已经不大了 发展商还要为了外形美观点 牺牲了实用性 欺会的一房和两房的三合一露台 是以弧形设计 最幼那边计算篮杆都只得65厘米 剩下可以站的空间 可以想象得到有多窄 至于阔一点那边就放了冷气机平台 剩下可以用的空间闷闷闷闷闷闷 要花点心思才可以善用得到 近年政府为了增加实用性 允许露台工作平台和冷气机平台一起起 形成近40尺的三合一露台 现在恒地就反过来 为了大厦的外形美观而牺牲实用性 是否值得呢 相信市场很快就会交出答案 再继续做梦 吴梦